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晚上的直播不仅会为大家带来春季版本的各个重磅的内容 同时在直播间也会为大家送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福利好物 直播期间将会进行三轮的一个抽奖 会现场从所有在官网上进行过预约的小伙伴中随机抽取幸运观众 送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的限定周边 以及武器线的超凡角色 超凡的武器等等等等的奖励 那甚至还会在今天晚上诞生第一个全球2022年度的神器拥有者 那当然还没有在我们的官网上进行预约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 现在还有时间去预约都是可以的 只要大家登陆我们的官网的页面去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每一位预约过的小伙伴 今天晚上还可以额外的领取一份活动超凡芯片来作为奖励的 那除此之外在今天的环节之中 我们也会现实的为大家送上大量的一个福利兑换码 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能不能拿到这个兑换码就看我们小伙伴自己的手速了 大家加油冲啊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 现在也可以将我们的一个端游的一个客户端页面赶紧打开准备起来了 那另外呢 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老朋友来到现场 首先要给大家带来招呼的呢 就是我们的运营方的Shack了 来Shack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反恐经营online运营团队的Shack 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春节版本的更新内容 好的 谢谢Shack 我们待会也是好好可以期待一下Shack为我们带来的一些讲解了 那另外呢 要跟大家介绍到的下一位 就是今天 今年刚刚获得过我们反恐经营online的去创之心殊荣荣 知名主播 同时也是一名操作大神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神任 来神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任同学 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一次的线下发布会 同时呢 今天我们也将会见识一下今年的年度神器 那么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嗯 好的 欢迎神任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以风趣幽默著称的我们的B站的小伙伴 知名阿部区的一个小伙伴 是我们的小徐同学 来小徐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徐啊 这个非常高兴能够这次参加 官方的活动啊 我也是抱着这个很多的问题来到了这边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一解答 嗯 是的呢 那这一次呢 两位作为特邀嘉宾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呢 也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那不光呢 是要为我们非常多的一些玩家朋友们 提供大量的一些数据情报 晚上还要给大家送出一些特别的好礼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开入我们的一个活动环节了 在过去的一个2021年哦 反恐精英online呢 是已经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个大版本的更替 里面呢不仅有各种的一个集聚特色的新武器也好 新角色也好 新地图也好 还有诸如像限定战 生化大逃杀改版 军团改版等等等等 玩法上或者系统上的一些优化的升级 那么在2021年的反恐精英online 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件呢 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就是反恐精英online的运营团队 Shack先生 为大家一起来进入到2021反恐精英online的回顾 有请Shack 欢迎 欢迎 很高兴有我来和战友们一起回顾2021年上线的精彩内容 在2021年 我们总共更新了十个超凡角色 包含五种不同主题风格 比如来自中世纪鉴于魔法世界的精灵入西安 和龙骑士贝伦 以及性格迥异的双子姐妹花 幻音泰丽莎与火苗克莱尔 希望这些不同风格的角色为游戏带来更多色彩 在未来我们还会尝试推出更多不同风格的游戏角色 希望让每一位战友都能找到喜爱的风格 那我们去年上线的这些角色 其实在我们的玩家当中游戏的一个玩度还是挺高的 大家认可度还挺高的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接下来这一年会为大家带来哪些新的角色 在武器方面我们更新的两款传奇武器 分别是曙光灰翼和神鬼开天 相信很多战友都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强大 同时2021年还上线了两款与传奇武器一同推出的 典长武器以及五款超凡武器 这些武器都有各自特色的武器功能 专注于新武器新功能的开发 带来不同的游戏玩法体验一直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挖掘更多的可能性 为战友们提供更多更有特色的武器 2021年我们一共推出了四个季度的精英悬赏令 包括第八季度的冰雪魔咒 第九季度的巨龙战争 第十季度的真奇幻想 与第十一季度的机械恐龙 四个季度合计16款悬赏武器 22款装饰道具 20款喷漆 8款僵尸皮肤 武器采漆 农浴军章 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皇家紫钻体验券 欢乐积分 大灾变插件和配件奖励等等 如此多的奖励给战友们带来了更多的武器选择 更多的装饰和外观 也让游戏的视觉体验更加的丰富多彩 相信很多战友都已经通过精英悬赏系统 收获了自己喜爱的武器或道具 今后我们还将推出更多不同主题风格的精英悬赏 为各位战友送上丰富的奖励 如果错过了某个赛季 我们也提供精英悬赏系统回顾的功能 希望让每位战友都能够获得心中所爱 生化模式目前已经成为了战友们最喜爱的模式 为了保证生化C模式的游戏乐趣平衡性 我们一直都是尝试创新与调整 在2021年我们推出了生化C2.0净化版本 在这次更新中我们将生化C的净化等级上线提升到了40级 并加入了全新净化能力与2.0净化觉醒功能 同时对原有的净化能力也进行了优化调整 新推出的角色变更功能可以让战友们在游戏时 变更所选择的角色并在下一回合中使用 这样就能更好地为武器搭配适合的角色加强战斗力 这个模式真的很精彩了 我记得两万好像也都是非常喜欢玩这个模式 对的 非常幸会的 除了新功能之外 我们对于模式的平衡性也进行了大量尝试 在2021年总共对生化模式C进行了九次平衡性调整 包括僵尸解锁设定 武器解锁等级调整 性化能力优化等等 战场实在不断变化的 为了让生化战斗更加精彩 我们将不断做出努力 希望让各位战友在生化中获得更多的快乐 好 大灾变 这个就有意思了 大灾变作为另一个战友们广为喜爱的模式 我们也在不断地努力推出新的内容 在2021年我们推出了四张全新剧情地图 将大灾变的故事推移到了第八季 未来将有更多丰富的故事剧情等待着战友们 除了新地图 在2021年我们还上线了技能插件系统 并细化了难度分级 希望通过不断的优化与调整 为战友们提供更多内容 发掘出更多的挑战可能性 和闯关成功的愉悦感 大灾变可以说是我非常喜欢的模式 我都快迫不及待想要上线破墙了 放心我们今天也是会带来大灾变的一个大爆料 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 地道者模式中我们更新了升级成长功能 战友们创作地图时可启动升级选项 在地图战斗得到成长的乐趣 强化自身攻击 击败最终的boss 该功能除了可以模仿制作大灾变剧情地图外 也能创作出许多衍生的玩法 上线的两个不同主题方块和地图 则提供了更多创作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正有创作的有趣地图 未来也期待 地道者功能的不断拓展下 有更多高质量的地图产出 作为一款运营了13年的游戏 有非常丰富的功能和系统 为了帮助新老玩家能更快地熟悉游戏 我们在引导方面进行了不少优化 游戏指引任务上线 战场百科更新了生化C解锁展示 强化推荐 武器掌势听改版加入了生化C相关的功能 这些功能相信战友们已经有所了解 我们希望这些添加的功能 能够帮助新老战友们更便捷地进行游戏 后续我们也将会结合战友们 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 及时通过游戏中 引导功能提供解决方案 希望能够让各位战友更愉快地进行游戏 是的 其实这个新手引导 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得比较贴心的 因为很多游戏到后期的话会忽略掉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地希望 有很多新手朋友们 可以不停地来加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对的 在2021年底 我们上线了全新玩法限定战 截止目前该玩法仍然在测试阶段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战友对限定战的意见和畅赏 我们将根据战友们建议不断对限定战进行优化 就在1月26日 我们将会对限定战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包括进化能力的调整 规则的全面升级 武器限定点的调整等等 希望能够为各位带来更加紧张刺激的对抗体验 也同样希望更新后能够收到各位战友的建议 让限定战成为战友们喜爱的重要玩法 说了这么多 最后也少不了福利 整个2021年中 我们送出了大量的奖励 包括汉语穗星ZERO 龙火炎狼 这两款专门为战友们设计的全新超凡武器 超过400万超凡角色芯片 超过500万超凡武器芯片 超过1500万活动超凡芯片 除了芯片奖励外 更有数不清的武器插件奖励 强化相关道具奖励 以及总量超过50亿欢乐积分 非常感谢战友们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 希望这些丰富的奖励 能够给战友们带来更加愉快的游戏体验 2020年 我们还会继续准备更多精彩的游戏内容与福利 希望到时候战友们能够喜欢 好 谢谢 谢谢赛克的分享 其实不知不觉 因为没有细算过 不知不觉细算一下 真的2021做了很多事情 特别是最后这个福利总结 我还是很开心的 希望2022年能够继续传承下调 希望2022年能够更多的福利 对 多送年福利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说了 2021的有一个模式 其实大家一直都非常喜欢 那就大灾电这个模式 刚刚也提到了两位 我们嘉宾朋友也是对这个模式非常喜爱 我们特别喜欢拆球 特别喜欢 好 我懂了 还有特色 那作为我们这个反恐经营online中 人气最高的模式之一呢 大灾电是自从2009年的12月份首度推出以来 到现在其实是已经第七个章节了 但我们很多的战友朋友 我们是非常喜欢这种 与队友一起抱团合作的这种感觉的 包括就是这种模式上 给到的大家的一些紧张感 跟压迫感 还有刺激感 相信都是我们很多的一个战友朋友 都非常喜爱的一点 那究竟我们这个反恐经营online 这一次会做哪些改变 我听说是在我们的世界观剧情上面 是会有一些走向的 世界观剧情 对的 要走走片了 是的 我们之前呢 这个复仇联盟成立之后呢 我们的游戏角色 到底会有哪些挫折啊 包括一些挑战 其实我们都还是比较期待的 那接下来就有请到我们Shack 为我们带来一下 大灾变的全新第八季的地图 有哪些惊喜吧 好的 这次大灾变模式地图的剧情 主要讲述大卫和薰 加入复仇者联盟之后的故事 在新故事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复仇联盟成立的原因 以及故事背景 在大灾变第四季中 红色蜥蜴吉姆和杰拉德 在神秘人的委托 引导下来到了Rex研究所 经历了一方激战 成功击败由Rex博士 变身而成了怪物 彻底终结了Rex博士 疯狂的野心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大灾变模式又推出了第五季 灾弹先造中 杰西卡受到了刀锋战皇的袭击 踏上了寻找真相的道路 席间遭遇被遗忘者 回想起了过去 穿过真相渔云 结实了索伊 最终在无尽轮武中 发现了生化灾难背后真正的主谋 是道格拉斯亚格布 知道真相后 杰西卡复仇的怒火 使他失控 陷入了疯狂 幸运的是 在索伊的帮助下 杰西卡找回了自我 进而成功掌控了 这份强大的力量 而杰西卡应邀加入 伊杰斯研究所 帮助索伊整合世界各地的抵抗力量 组成复仇联盟 一同对抗道格拉斯 在《大灾变》第七集第四章地图中 杰拉德接受索伊指示 与大卫和勋接触 三人在某个遭遇僵尸袭击的 购物中心会合 经历了种种变故 杰拉德与大卫早已看淡了 之前的恩怨 合作击退纠缠不休的 疯狂爆破手脱离了危险 杰拉德也成功说服 他们加入了索伊的团队 在即将上线的第八季 第一张地图中 作为新部队的成员 大卫和索伊 被派去寻找引力行动的高手 加入队伍 经过一番筛选 过去摧毁 Lex研究所的神秘人物 进入他们的视线 在跟踪目标试图与其接触时 他们不知不觉 被带入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发现事情不对劲的两人 正准备退出工厂 此时薰的头疼症再次发作 大卫无奈 只能决定暂时休息 这时 未知的威胁也正在袭来 在新地图中 除了大卫 布莱克 何勋这两位主角 还有四位已知的角色 会在故事中出场 首先是伊林娜 作为落日军团的成员 她与金主道格拉斯 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是爱林与多米尼克 这两位将在新地图中 开启大灾变模式的首秀 最后索伊团队在指挥官 维克特自然也不能缺席 至于是否还会有 更多的角色出场 大卫和勋追踪的神秘人物 到底是谁 就只有等到新地图 正式上线后 才能给大家揭晓 虽然大灾变新地图 只完成了部分场景的开发 但是我们努力获取了 新BOSS的资料设定 本次登场的BOSS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超级战士 到格拉斯的实验室将人类与机器融合后 诞生了超越人类极限的强大兵器 新BOSS已知的攻击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使用合金大舰进行攻击 第二种是通过坚扛式火箭发射器进行导弹攻击 此外 新BOSS还拥有许多战斗技能 可以在地面和空中使用不同的技能发起攻击 在与新BOSS的战斗中 需要战友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应对 在了解完新BOSS后 让我们在一起看看新地图中 一些已经开发完成的游戏场景 首先是室外场景 然后是室内场景 目前大灾变地图仍然在开发中 各位战友们还敬请期待 其实我们听完Shack介绍之后 才知道原来这一次大灾变的一个新地图的看点 居然这么多 但其实在我们等待我们Shack介绍的同时 突然发现好像是不是少了一个人 小徐到哪里去了 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拨到一半就消失了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是因为刚刚在听到我们Shack介绍的时候 小徐对于我们这个大灾变的一个新地图 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高涨了 对对对 迫不及待下去体验了 他是去到了我们另外一个体验室 去体验一下我们大灾变的这一次的全新地图 所以我们小伙伴刚刚一直耳听为虚 我们这一次眼见为实看看 我们Shack刚刚的介绍 是不是都能够在里面一一地展现出来 但是这一次呢也要提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 我们这一次的因为这张地图 目前还处于一个紧锣密鼓的准备的开发阶段 现在只能体验它其中很少很少的一个部分 并不能全部代表最终上线的一个版本的质量啊 另外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少少的提醒一下 大家可以待会注意一下 我们小徐会用到一个新的武器 这个武器的造型是非常奇特的 奇特 对 这个词就很有吸引力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只能提醒到这了 大家待会看我们小徐演示的时候 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那接下来就将画面交给小徐 欢迎小徐 我是小徐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大灾变的一个界面 那我们接下来就没有装配件来进行这个大灾变 这个大灾变新地图呢 我也是非常期待 之前的这个前几张的这个大灾变地图呢 我也是非常的有感慨 一言难尽 是不是 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赵大大也是非常的用心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牛逼的地图 好 我们呢一定来到这个地图里面 哎呀 哎呀 你们看 这是我们的一个 哎呦 一个新东西 先不给大家展示 因为现在是黑屏 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展示 先不展示 卖个关子 对不对 这么着急展示多不好 对不对 我们主要来看这么一个大灾变地图 好 来到了游戏里面 可以看到 一开始呢 是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面 幽闭恐惧症 太恐怖了 好 打开这么一个门 门禁卡开启 开启 开启了 好 来到了一个废墟 一个仓库 然后这样就开始过来了 然后直接开始破门 非常好 哇塞 大灾变地图实在太有创意了 又一个门 一个墙 太屌了 好 前面有个机关 这机关的话呢 好像是开启一个什么东西的 现在不管它 我们先按再说 怎么按不了 来 放个大风车 好 可以按了 操作破解 然后呢 来后走哪里啊 好 这边应该要 小解谜 这边还有一个 一个开关 要按两个 正常操作 我都已经 已经非常的 习惯了 好的 这边呢 又有一个门 这个墙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贴心 防止我们玩家丢失 迷失方向 对吧 官方特地设计了一个 让我们过来这么一个破 对吧 哎呀 真的是太良心了 好 这边的话呢 继续破解一个 一个像电路一样的东西啊 好 破解完了 然后应该要干嘛 好 这边门好像开了啊 门开了 我们直接从这个门过去啊 这张大灾边地图的话呢 个人感觉的话 如果是连接的主线的话 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哇塞 我真的好开心啊 哇 好 我们应该有钱了啊 可以买我们的一个新武器了 这把武器的话呢 哎呀 可以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把武器怎么才能获得 是不是啊 当然获取方式呢 非常苛刻啊 我是获取不了了 对吧 这个大家还是自己 自己获取吧 好吧 好 哇 插完一面墙 后面又有个小惊喜 哎呀 真的是非常棒 是不是 好 这边有个大墙啊 现在僵尸没有 这个拆墙拆起来 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这个可以说啊 今年玩这个大灾边 拆的墙啊 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啊 非常的好啊 非常好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啊 这边的话 哇哦哦哦哦 没关系 这个开个开个店啊 这个冷静一下啊 冷静一下 然后这张地图的话呢 还是在测试版本啊 所以说剧情的话 大概只到了一半左右 但是大概能够看到 这张地图的一个面貌了啊 BOSS之类的话呢 我们还不能完整的看到啊 其实我以前也是个 再变党啊 大家众所不知 对不对 后来的话呢 就不更新了啊 玩得比较少啊 最近的话呢 这个 造大的地图 实在是太棒了 是吧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是最后一个机关 这边怎么没出怪啊 这对吧 经典小操作啊 好 开启最后一个闸门 这边的话呢 应该就要 马上就要到达我们 哦 Oh my god 这边的话 继续破个墙啊 这这墙 帮我们引路 对吧 引路啊 怕我们迷路嘛 我这个 我这个人就是个路痴啊 怕迷路啊 好好好 非常好 好 前面的话 好的啊 我们这个 换一把武器啊 换一把武器啊 好 我们就换上 我们的这个合金机枪啊 这把枪啊 哎呀 我又没血了 这合金机枪啊 加强之后非常屌 我们来试一试 这个大代变新地图 有怎么样的发挥呢 哇 也是so beautiful 好 把这几个墙呢 全部破掉了 破掉之后 好 这几个墙呢 也继续破掉啊 可以说啊 这个破墙的速度啊 非常的快啊 其实这张图的话 我个人感觉玩下来 是非常的 非常的nice的 是不是啊 它虽然是一坨shed 但是 但是还没开发完嘛 对不对 说不定到后面就 非常屌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张图的话呢 测试版就先到这边了 好的 谢谢小徐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大代变新地图的玩法 哇 太精彩了 我发现了 小徐的本质是什么 拆墙 拆墙机器 无形的拆墙机器 但是神任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他玩的那个新的一个武器 那一把枪 我个人感觉更像是 很明显就是钢琴 对 真的是钢琴 我说它造型奇特 没有不过分吧 对 我们小徐刚刚那个手感怎么样 可以说是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棒 这个啊 非常有 非常有韩服的特色 好的 那我们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呢 也是希望大家之后呢 可以去到游戏里面 自己轻身去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 毕竟看别人玩 肯定没有自己玩的爽嘛 对吧 对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送出今天的第一份 超级礼品了 我们之前也是刚刚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预告过 我们今天呢 会有三波的一个抽奖 我们待会呢 会进行今天的第一波抽奖 听到抽奖 我看到直播间的小伙伴 已经都快激动起来 我也非常激动 先说一下 我们第一波给大家送的福利是什么 好吧 第一轮的抽奖呢 我们将会送出十份包含 蜜桃奈娜 叶月娜娜 女王梅丽莎跟绍兵卡巴斯 在内的无限 无期限的超凡角色 四选一的一个奖励 以及十份的奈奈 定制包吱的奖励 心不心动 我心动 我看出了小薰的心动 今天在后台的时候 小薰还是说 我好想要那个奈奈的抱枕 是不是 今天你可能不一定有 但是现场肯定是有十位小伙伴有的 还是把抱枕给大家吧 送给大家 送福利了好不好 那今天这个抽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要通过我们的官网 凡空今天online的官网 一经前哨预约页面 进行预约才可以 大家进行过预约之后呢 会得到一串六个数字的 一个数字码 待会呢 会凭借这个数字码 来进行抽取 如果现在还有小伙伴 没有去预约的 也没有关系 抓紧时间 现在还有时间 赶紧去预约 领取你的数字码 我们这个时候是实时更新的 待会呢 我们中奖的小伙伴 就会在我们预约过的 小伙伴当中进行抽取了 我们预约的方式也很简单 会通过屏幕滚动的 大家能看到我们屏幕上 是已经放出了 我们的滚轴了 待会儿会请我们 神任来喊一二三吧 小薛同学喊停好不好 好的 看看到底是哪些 幸运的小伙伴 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励 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 第一轮抽到的是 十位超凡角色 自选一 好吧 大家注意好了 我们神任可以开始了 来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 一 二 三 开始滚动 好 屏幕滚动起来 滚动的还是蛮快的 我觉得我需要去预约一波 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好 那我们倒数最后三秒钟 就暂停 选择十位幸运的观众吧 是的 我们最后三秒钟 我们最后三秒钟 二 一 停 看看是哪十位呢 好的 已经慢慢地揭晓答案了 第一位是416597 第二位545902 第三位161538 第四位567962 第五位573528 第六位758144 第七位778661 第八位121148 第九位954539 和第十位681401的小伙伴 恭喜这十位幸运的小伙伴 可以获得 恭喜恭喜 我们超分角色四选一的一个福利亚 恭喜恭喜 很棒很棒 恭喜恭喜 没有获奖的小伙伴 也不用担心 而第二轮马上开始 第二轮刚刚说到了 送到的是我们的蜜桃奶奶的抱着 这个抱着 个人来说真的是很散调 毕竟谁不想要个奶奶回去 对吧 谁不缠个奶奶呢 依旧是以滚轴的形式来进行 大家可以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小伙伴也把我们的滚轴 右翼面放到我们的画面上 对 还是依旧神人来喊开始 小徐来喊停 怎么说 这一步我有机会吗 你可以啊 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 一二三开始 很快很快 我们的奖励送不停 所以滚轴滚动的也是非常的快 我相信这一次我肯定能中的 好吧 好 我们倒数三秒钟 就开始选出十位幸运的小伙伴了 三二一停 好的 我们这十位的小伙伴也是要跟大家见面了 来第一位 六九八五六四 第二位三五四七八四 第三位二三七九四六 第四位七二四三五七 第五位四五八五七九 第六位一六六六四一 第几位来这 第七位 九一八五二七 第八位 九九二五二零 第九位二二三五零 第十位八七零 一四 恭喜这十位小伙伴啊 恭喜 是从我口中爆出去的 奖励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好心酸啊 但是没有中养的小伙伴不用担心哦 今天福利产品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 接下来还有哦 还有哦 另外呢 我们所有的获奖信息呢 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前 在我们一星前哨的预烟页面上面进行公示 所以我们的战友小伙伴 记得到时候去看公示哦 去看公示哦 没有出来小伙伴不用担心哦 今天福利很多 接下来呢 依旧是给大家送福利 但是送出的东西啊 我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轮我们想送的东西呢 是我们的超 我们的活动超凡芯片 活动超凡芯片 对的 对的 但是这个芯片呢 我们其实是有数量规则的 规则 对 不是说我们指定一个数量 就要送给大家 所以呢 这是一轮小游戏了 希望两位能够配合我 我有这不想的一轮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一轮呢 是需要两位跟我来进行一个互动 待会呢 我会给大家做一下 我们这个原画的局部展示 会请两位来猜角色 这个应该不难吧 猜角色 老司机了不难吧 这位是真的老司机 两位不相上下了 不相上下 我们这边呢 是给大家准备了五道题目 五道题目 那回答队一道呢 我们这个超凡的芯片 是给大家准备了两百份 两百份 八百我们的一个超级芯片了好吧 然后但是两位觉得自己能回答多少 这不好说 这个定期没有 看局部猜角色 对的 看什么局部了 哪个部位了 你好像很懂啊 小学 对的 这样吧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送福利嘛 也不想围团两位 也想把我们这个福利送给我们屏幕前 再看的战友们对不对 我做主了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难度 如果两位真的有回答不上来的 我给提醒好不好 好 清亮五题都给大家安排上 好吧 来请看我们今天 第一题 第一题 第一题真的是一道送分题 送分题 送分 多送分呢 来 多送分请看过来 哎呦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局部小徐开心了呀 这个东西 美腿是吧 我对美女角色的腿皮是非常的研究 是吧 见腿食人是吗 这个腿 这个非常简单啊 你瞄我是什么意思小徐 你瞄我是什么意思 你瞄我是什么意思 注意你的言词啊 说话小心点 这就是我的安娜老婆 对不对 安娜老婆 来看一下是不是安娜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们的安娜 安娜小姐姐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题拿下 的确 没错呀 没错 已经是大家的老婆了 第一题拿下 是送分题 不骗大家的 送分题 我们接下来也是依旧这个进度好不好 来第二题 其实我觉得第二题不是很难 来第二题看这个样子 这好像是 这是个 脚 这个腿我就不能认了 这个脚 要注意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就很明显 你可以得出答案是我们的赤匠 我们的赤匠 是的 是我们的赤匠 我们的姜氏恶魔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原话是什么样子的 哇 我们的小伙伴是真的心狠 就真的是结了一个小脚 这生怕如果不是颜色的话 真的害怕说错 有点味道 好的 怎么回事 有点味道 两题回答对了 接下来冲第三题了 三题回答对的话就是六百分了 加油加油 这一题就是 轻轻松松了 这请你来 要不你来 第三题有一点难度的 有一点难度的 真的 来看第三题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有一个弧度 这个弧度一般是在 女性角色身上最明显 对 那这个弧度在女性角色就是腰肢的这个部分 我已经知道答案 我已经 考验一下小徐 小徐 懂了是吗 小徐 我怎么会那怎么回呢 哎呀 这一看就是个男角色 这是个男角色 那我们这题的答案是什么 苍蝇男 我们的苍蝇男 说说 说好了 回答不对 六百没有了 老魂妹 老魂妹 是到回答正确啊 就是我们的 老魂妹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也是非常好看的 你怎么老婆这么多 全女性角的都是你老婆 是吗 小徐有问题啊 严查建议 好 接下来我们冲第四个题了 第四题其实是这样子 真的稍稍有点难度 当时我们制作者在制作的时候 我强烈反对 我说不要这样子 但他们说 没关系 相信他们能猜上来 这么难吗 真的有点难 这个是真的有点难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 也可以猜猜猜猜 这个是什么 这个局部多少是有点过分的 来看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我敢说 如果平时没有仔细看的话 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地方的部位 这不是个什么 我给大家做个提醒好吧 这个是肩膀上的一个部位 肩膀 是个中式品吗 它其实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个非人类 它在肩膀以上的位置 又有一个齿轮 我刚想猜是圣灵娘 原来不是啊 即时收手好吧 不是圣灵娘吗 那这是 再给一点提醒好不好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吗 这么厉害 僵尸有齿轮 僵尸有齿轮 答案呼之欲出了呀 除了奥巴马 呸 除了小奥 我玩的最多僵尸 好吧 好 这应该 哦 哦 哦 断义恶灵 懂了懂了 那就是我们的 断义恶灵 这是你老婆吗 小徐 虽然她不是人类 但是我不嫌弃了 你倒是不挑 拿下了三个 好的好的 其实是四个了 我们回答对四道了 拿下四道了 最后一题 答对了就是八百分 我们全战友的希望 压在你俩身上 最后一题 其实是到送分题 又是送分题了 最后一题 刁难什么大家呢 对不对 这不是赶紧 让大家五分吗 来最后一题 这是个红领巾 注意配色 注意配色 对 上面还有扭扣 厨师 哦 我知道了 怎么 我涂师多 你怎么会写 你怎么会写 我来回答 我来回答 这很明显就是鬼手 不 这很明显就是 证悟屠夫 对对对 大家知道吗 他们把我的心 来回鞭策 我好紧张 真的我 是我们屠夫了 是我们屠夫的皮肤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最后的这个 最最喜欢的僵尸 是的 他其实截取的 还是比较 比较有特色的一块部分 谢谢我想吃 他的羊肉串 我也 这个图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觉得 很诱人 有没有 好的 恭喜我们两位 小伙伴 两位嘉宾 也是非常恭喜 我们屏幕前的战友们 送出的福利 整整800份了 800份 对 那这个800份的福利 我们要怎么送出呢 这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刚刚不是说让大家打开客户端吗 就在这个时候了 我们会以18位兑换码的形式 进行一分钟的公布 所以最后能不能拿到 我们这个超繁星片 全聘大家手速了 好吧 我们能做的已经在这了 全看大家自己手速安排了 800份 800份 大家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打开客户端的 赶紧打开客户端 我能给你拖到这份上 已经不容易了 我先下去开个游戏 小伙伴 退出了我的直播间 好 准备好了 我就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放上兑换码了 来 放出18位兑换码 公布一分钟 开始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分钟很快 欢迎大家回来 这边我想问一下 大家都抢到了吗 我抢到了 你们呢 其实我每次这样问 我都觉得肯定有很多小伙伴 在下面疯狂 我讲 恰不动 没有了 怎么办 没关系 好吧 第二波给大家立马安排上来 依旧是我们通过游戏的形式 给大家送福利 又是游戏 对 这次给大家送的呢 就不是我们的一个芯片了 这次给大家送到的是 15000的一个欢乐积分兑换券 15000 对的 这个兑换券 其实在游戏中的用途 也是非常高的了 那我们像刚刚一样好不好 200 600 800 好 一听这个就知道 这不得发千分啊 又是舞蹈踢是不是 15000 要求不要太偷课 我给你讲 最后我们可是要送出 我们的新年神的 哦 这个不得了 重机大奖在这了 这现在送这么多 我们最后 小奥科 小奥科 小意思 那这次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礼物 第一轮要给到的是 送出的15000的一个 欢乐积分兑换券 那第二个要给大家 送出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的背包 背包 背包 对 那这个背包呢 也是很多的小伙伴 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背包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场的小伙伴呢 到时候也是可以 一一的来进行 我们游戏的一个互动 然后手速快一点 来进行领取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游戏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这个游戏呢 是关于我们角色台词的 角色台词 对 大家想光听台词 然后让你们听 分辨角色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是苍蝇男的谈词 我绝对知道 那你只知道一个没有 但是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必不可能 这么简单 那你们想搞什么妖蛾子呢 我要跟大家说 就这个游戏 我做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面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上面 这是在小看我们两个 你们俩现在不要神 待会我放一提你们听听好吧 好 我们是这样子的 说原台词没意思啊 我们这一次是原台词的倒放 倒放 对 是不是突然感觉拉满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主要今天还是要给大家送福利的嘛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倒放呢 我们先进行倒放 大家尽量猜 如果猜不出来的话 我们再正放一些就是英词 英杰 单英杰给大家再听听看 能不能猜出来 好不好 难度我已经降低了 信心十足 信心十足 我相信二位也好啊 来 这样话不多说 先听一题试试水吧 好 来 我们首先听第一段原台词的倒放 我现在可以走了 那我走啊 但是这个音色 礼貌不是尴尬的微笑 我们这位分析大佬已经开始分析了 让我想一想 这个音色 女性角色 对 对 哦 我同时力的 我也能听出来 应该是 让我能猜吗 能可以 没关系猜 是不是地雷妹 这个 您要不再想想 再想想 再想想 那火喵娘 对吧 我觉得火喵娘是应该更萝利一点 我们要不听一下正放吧 好的 我们正放不要放太多 正放就放几个音就好了 好了好吧 来 我们放一下正放 超人气美少女 超人气美少女 超人气 超人气 都送到这个样子了 小徐交给你了 小徐交给你了 我压力很大 我压力很大 老 小徐交给你了 白毛 白毛 是吗 白毛 算了 再提醒我 吧 我想一想 我这样提示你吧 我觉得就把整段放出来了 完全不行 我这样提示你吧 美少女 对不对 然后名字是三个字 三个字 然后呢 最后一个字 它是有一个沙的 泰 莉 沙 泰瑞沙 好像是这个名字吧 老婆打死你了 有点没意想了 有点没意想了 来我们听一下最终的版本 超人气美少女上线了 这个是我们的 刚刚回答正确了 是我们的泰莉沙的 欢迎泰莉沙的 自家老婆 泰莉沙 对自家老婆 都把名字给记错了 算了这一题送分题好吧 我就算送给大家 我们试试水吧 好吧 你要努力一下 是是是 我真的给你们送点福利荣誉吗 来第二题 第二题就要好好听了 好吧 第二题其实也不难 我觉得 觉得也不难 来第二题我们先听一下道范 道范跟这个好关系 自正腔圆 这全程的韩语 自正腔圆 倒没有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声音会比较空灵一点 空灵 对 空灵一点 对我们来听一下正方的几个音节吧 大家也可以猜猜看哦 请接受来 请接受 声音有一点点小 我们再大一点听一下好吧 小伙伴可以再放一遍吗 加大音量 我们不行了 请接受来 需要兄弟们的支援 完了 被我盖掉了 他说的是请接受 请接受 然后声音是比较空灵的那种声音 哦 这个台词 莫菲小区已经有想法了 哦 我有点想法了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台词 哦你先说答案 我想是 来我们听一下诊断语音 请接受来自精灵的祝福 请接受来自精灵的祝福 我需要被祝福 你需要被祝福是吗 祝福我们 回答这期 第二题是我们的精灵魅露西安的 那第三题要好好听了 第三题稍稍的有那么一点难度 每题好像都很难 我刚刚没说夸张吧 真的道话很难的 来我们先听一下第三题的道方 男性角色 是的男性角色 这一下就是砍掉了50%的几率 男性角色 不为难了 正放来几个音节听听看 为仲裁者的 为仲裁者 为仲裁者 爱打篮球的篮球哥 文坤 在小时候 你很危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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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我们篮球哥 你这 没问题 请您说一些官方的名称好不好 官方的名称 我也不记得 我们都是用尼称的 来我们听一下整段的一个语音吧 为仲裁者的荣光 为仲裁者的荣光 是的 是我们狂战 来仔细听好他的名称叫 阿克赛恩 阿克赛恩 我们也算对了嘛 是是是算对了 算对了 算对 真的 这年头送点都会出于太难了 算对啊 下面第四题 第四题也是会到送分题 我想请你们 来 我们听一下道放 这送分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熟悉 是吧 是不是火苗娘呢 您这么讲的吗 是火苗娘吗 是不是呢 来我们先听一下正方 让你们看看职业 是火苗娘吧 这个派的还有任何问题 果然果然 果然是自己喜欢的 来我们听一下 一个整端的语音 让你们看看 职业选手的操作 是的 让我们看看 职业选手的操作 是我们火苗娘的 克莱尔的声音 好 我们现在是回答的第四题了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加油了 最后一题 这真的回答不上来的话 神任我就不说了 小徐你真的不行 最后一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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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道题 对于我们小徐来说 意义非反 意义非反 以非反的一个角色 意义非反 小徐你身上扛着 可是我们数万战友的荣光啊 加油了好吧 感觉有点受不了啊 来听一下我们最后一道题的道发 这道发都能猜出来了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交给弹幕朋友 第二没动了 弹幕板屏都是 那我们的奶奶 蜜桃奶奶 是的 我们来振放一下 是的 嘟嘟 听了 对 嘟嘟 这个很标志 每次听见 我都想 你都想干嘛 我都想砸键盘 砸键盘 过分了啊 来我们听一下整段语音了 嘟嘟 请让一道 嗯 很可爱 的确是我们的蜜桃奶奶 很顺利的 我们这次舞蹈 可以诱导 轻轻松松好吧 是的 轻轻松松呢 还要加强 加强难度 好的 我下次继续努力了 好吧 好的 也是高兴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呢 都是可以去有机会获得这个800份的一个15000欢乐积分的对换券 那这个形式呢 依旧啊 是会给大家一个18位的对换码的形式进行公布的 所以呢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还没有打开 客户端呢 赶紧打开客户端 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给大家送出的就是800份的一个1500欢乐积分兑换券 来 我们18位的兑换码现在公布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茫茫茫茫 everness 婶的 Terr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关于我们反恐惊unline的这个年度武器 其实可以来说是我们每年春节期间上线 大家都是期待值拉满的一个东西了 一个惊喜了 我们每年的年神应该是可以说是当天最受期待的 因为它不光光是强度拉满 包括它自己本身非常具有创意的一个设计理念 在里面都是非常能够调动大家的胃口的 那关于到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武器 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惊喜呢 小B可以跟我们展开说一说吗 好的 那今年我们这款传奇武器呢 它又是一款主武器了 当然了 在1月6号我们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这个悬念战里面 大家都已经可能了解到三冠武器的一个情况 它有一些什么特性了 并且呢 大家可能也很想知道 它这个武器的命名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录像 来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哇 这个新武器也太帅了吧 太酷了 对 而且我发现 最后是给它定名为 叫我们逆界星轮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意思 对 逆界星轮 星轮我的逆界 为什么叫逆界 我们这边小B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 那这个相关的名称呢 也是我们在我们官方的公众号上面 征集活动 进行相关征集 从成千上万的名字中挑选出来的 相关的星轮 大家通过刚刚的短篇 可能就很明确的能了解到了 武器上是有相关特征的 那这个逆界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呢 我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们看看 韩国开发团队的一个说明 可能到时候你们就能知道了 理解了 恐怕更远的 的时候 子思续B 我叫几个コンターストライク オンライン 22年一年一年を始めるエピック武器のような 皆さんに新しいプレイの試験を どう再開出するか考慮を取り組んでいます 何보다既にあり,以前のない試験を作って それぞれのプレイの試験を行うといったプレイの試験を 先々、エピック武器 Quantum Horizonを紹介하겠습니다 コーセプは,漢者歴史の 개념を使用して 因果율 역전과 같은 SF 판타지의 요소들이 전복된 근미래 변기입니다 이런 추상적인 주제를 표현하는 데에 고민이 많았지만 플라즈마볼의 힌트를 얻어 움직이는 에너지볼의 모양과 회전가속장치 그리고 면멀과 같은 요소를 잘 조합하여 신기술의 에너지코어 느낌을 표현하려고 하였습니다 특히 콘텀다이브라는 기능을 사용시 공간이동이 되는 모습이 최대한 멋지고 어색하지 않도록 신경을 썼으니 이 부분도 사용하실 때 눈여겨 봐주시면 감사하겠습니다 퀀텀 호라이즈는 앞서 말한 양자역학의 기술의 응용으로 만들어졌으며 공간이동을 할 수 있는 퀀텀 타이브 기능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이 기능이 발동되면 죽음에 이르는 순간에 피해를 무시하고 동의의 장소로 공간이동을 하게 되는데 장소만 옮겨진 것이기 때문에 사용자는 저개축에게 재빨리 대응해야 합니다 양자폭발을 활용한 기본 공격과 다수의 적을 즉시 타격하는 특수공격 퀀텀 디스럭터로 공격과 방어 상황에 따라 잘 활용한다면 강력한 무기가 될 것입니다 특히 특수공격 퀀텀 디스럭터는 상대하는 적의 수에 따라 화력이 집중되거나 분산되기 때문에 사용 타이밍을 잘 노리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앞서 말한 이 무기의 가장 큰 기능인 컴텀 다이브를 사용하기 위해서는 충전 시간이 필요하며 강호적인 플레이를 하여 충전 시간을 벌거나 반대로 전방에 나서서 적극적인 전투로 좀 더 빠른 충전을 누릴 수도 있습니다 충전이 완료되면 보조무기나 근접무기와 같이 다른 무기로 교체하여도 컴텀 다이브 기능을 사용할 수 있으므로 다른 무기와 콤비네이션을 이용한 플레이가 가능해집니다 다음으로 소개해드릴 무기는 에픽 에디션 무기인 사이킥 사이저입니다 전자음악을 떠올릴 수 있는 멋진 디자인을 한 이 무기는 근접한 적들에게 강한 강직을 줄 수도 있고 반통 공격으로 다수의 적을 공격할 수도 있습니다 기존 사이킥 하모니움과 비교될 수가 있는데 가장 큰 차이점은 흡수 조합 기능이 세 가지가 있다는 것입니다 조합에 따라 각기 다른 버프를 제공하게 되며 각각의 버프는 중복이 가능하고 발사된 토닉 에너지를 아군에게 명중시키면 버프를 부여할 수도 있으니 전략적으로 잘 이용하면 전주에서 큰 위력을 발휘할 것입니다 이상으로 22년 신규 에픽 무기와 에픽 에디션 무기에 대해 알아보는 시간을 가지고 왔습니다 저희 개발팀은 여러분에게 새로운 재미를 드리려고 항상 열심히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에픽 무기뿐만 아니라 카솔라인의 많은 무기와 콘텐츠를 잘 활용하여 기존의 재미를 되살릴 수 있도록 보완하고 카솔라인분들이 더 재미있게 즐기실 수 있도록 차근차근 개선해 나가려고 합니다 앞으로 찾아올 다양한 신규 콘텐츠들과 경쟁전 모두의 지속적인 개편도 진행될 예정으로 앞으로도 많은 관심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Welcome back to the video 但又不太像破小黎 他打到以后就直接命中了 还有那个什么脱离战场的那个能力 应该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个跃迁 我感觉他好像 他跟弹射座椅属于两种情况 弹射座椅的话是把你弹到天上去 他这个就直接 有点像生化S里面那个 英雄娘是那个技能出发以后 直接就重新复活一样 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 那小徐同学呢 我感觉这把武器最大的亮点 应该就是他的这么一个瞬移吧 可以理解为瞬移 是的 好像是能够保命 能够保命 其他的话跟神灵应该想的是差不多 还有那个他上面有提到了说 就是这把武器好像是在充能完毕以后 就算你切换副武器和刀 好像也是同样可以 能处发 也处发的 这个就有点异谱了 那是被动是吧 应该是被动吧 那两段视频看下来 我觉得两位的一个猜想或者是解读 其实还是挺多的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运营部门的小薇 为我们在反恐惊恩赖的测试服中 为大家通过实战的演练的形式 展示一下我们这把武器在游戏中的表现究竟是如何的 那接下来就将我们的画面交给小薇啦 哈喽 大家好 目前我们已经在反恐惊恩赖的一个测试服环境中了 目前想要说明的呢 这款武器 逆界新轮 它还在测试过程中 所以呢 所有的数值属性呢 还是 请大家以上线后实际的情况为准 测试环境进行参考 那OK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进行测试这款武器的一个左剑的功能 那左剑呢射出去以后 马上命中目标以后就会爆炸 所以会有两个伤害 一个是直击 一个是爆炸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射速呢 也是比较快的 它装弹以后是这样一个很优美的放球的一个装弹 并且呢 它是可以对爆炸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一个AOE的伤害 并且可以使用智能打击的一种技能 然后现在我们试一下车的右键 样子脉冲 可以看见它是自动瞄准的 并且呢 可以对多个的敌人进行一个冰击 同时它的一个能量的去力呢 是自动根据那个时间增长而增加的 当然大家肯定很关心 丢弃以后我再捡回来 它会不会自己再冲能呢 好的 我们丢一下 再看一看 好 捡回了 它是已经完成充能了 说明是具备这个功能的 同时它的一个右键 脉冲攻击呢 也是可以使用致命打击的 好的 现在大家肯定很关心 它的一个跃签是怎么达成的呢 哎 哎 跳不上 谁把按键给我改掉了 好 算了 好 现在我们站到中央 刚刚看见了 这个跃签会造成一个光轮 那个光轮的话是通过你的左键 攻击僵尸积攒到一定能量以后 它会进行一个生成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召唤一个僵尸小哥过来 谢谢小姐了 OK 被抓掉以后 就会转移到那个相关的一个出身点了 这个出身点呢是随机生成的 嗯 这就是这款武器的一个相关实际器 好的 好的 哇 刚刚小V大大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我感觉两位好像已经有点饥渴难耐是吗 对对对 想要去尝试一下是吗 放心放心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那在我们尝试之前呢 要给大家再一次的送上我们的一个奖励了 这一次的一波奖励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一个抽奖 抽取的呢 刚刚其实也有跟大家预告过啊 首先我们会给大家抽取的是 十份包含像汉语碎星啊 混沌手雷啊 目光F2000啊 天驱突击套装在内的一个 无吸线的超反武器四选一来作为奖励 这个呢我们也是会抽出十位的一个幸运的 观众朋友们 幸运的战友们 那接下来的一个福利呢 就是十份精英的单肩背包 这个背包的话呢 之前有很多小伙伴也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这个背包制作的也是非常精良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特意拿出来作为福利的一些礼物 给大家送出去的 那依旧呢会是以弹幕滚动 我们滚平的形式来进行抽取 所以呢需要大家手上有一个六位的数字码 这个数字码怎么去获得呢 只要是在我们的客户端上 在我们的一星前哨版本前 占页面进行过预约的小伙伴 是都有这个六位数的一个数字码的 所以还没有数字码的小伙伴 不用担心 现在去预约也是可以的 抓紧时间也是可以的 赶紧的赶紧的 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抽奖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给大家抽取到的是 十位超凡武器四选一 那接下来依旧是由我们神热汉开始 小学东西喊停了 没问题 好 大家准备好咯 准备好 三 二 一 开始滚动 滚动起来 好 看来是哪十位幸运的小伙伴呢 嗯 我们倒数三秒钟 我们就暂停 嗯 三 二 一 停 好的 我们小伙伴的名单是已经出来咯 第一位 944 848 第二位 83 75 91 第三位 10 68 34 第四位 321 568 第五位 88 30 74 第六位 250 407 第七位 96 91 80 第八位 00 68 13 第九位 317 314 第十位 55 84 37 恭喜这十位幸运的小伙伴 可以获得的是超凡武器四选一 好 接下来不要走开哦 我们要送出的是十份 基因单肩背包 那这个单肩背包也是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周边礼品 同样呢是抽取十份 同样要辛苦我们神任跟小学同学咯 大家做好准备 来 3 2 1 开始 好 准备好 很快哦 那这一轮呢应该也是我们最后一轮的一个弹幕滚动抽奖了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哦 抓紧时间还没预约的话赶紧看看能不能凑上第十位了 好吧 好 我们依旧请小学同学喊停咯 好 我们最后三秒钟哦 3 2 1 停 好的 我们伴随着这一声停呢 最后十位幸运小伙伴的号码也已经出来了哦 第一位332285第二位679495第三位449093第四位338078第五位039622第六位645531第七位033850第八位509716第九位329575和第十位070558恭喜这十位小伙伴可以获得的数 我们的精英单间背包一份 那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前呢 在我们的一星前哨预约页面上面会进行我们中奖小伙伴的数号码牌的一个公式 所以呢小伙伴到时候也可以去那边进行观看哦 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刚开始看小V进行我们这个新年神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神任的小伙伴是真的很迫不及待 我也想像冲到主玩 但是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神任的话他是一个操作怪嘛 所以他的操作是非常的厉害 我还把这个机会让给小V进行好了 谢谢您大度 其实我这边呢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年度的一个新年神啊 他这个武器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测试阶段 所以像数据也好 包括一些机制呢还没有到最终的一个确定 但是呢今天因为神任的小伙伴上场嘛 他的一个神操作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武器到底是有一些 哪些方面的一些上加的表现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将我们的画面交给神任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来首次的体验一下这一把神器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的是在生化S里面录 毕竟生化Z的话出枪等级应该是会比较高的 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呢正如之前所说 是一把正在测试中的武器 所以具体的数值我觉得后面肯定是要进行一定的改动的 首先我们先 选个苍蝇男 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把逆界星轮这一把武器 刚刚的话我先看一下 这把武器的主弹夹是50发子弹 然后右键的话应该是右下角的这个6 应该就是它的一个右键的一个自瞄的一个输出了 那么这阴天的这一个实况里面呢 我们还是会采用只用无人机的一个情况吧 黑洞手枪的话可能会用的比较少 毕竟什么武器跟黑洞手枪组合在一起都挺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把的一个情况 左键的伤害呢是730 但是毕竟这个游戏的经典是冲前打Bot 所以伤害的话 左键来讲的话好像目前 我们先把等级升到最高 这个的话中号S的话是需要一个等级的一个支撑的 这个右键的话呢 应该是目前来讲是面前180度的一个自瞄 现在的话我们先把我们下方的一个等级打到Max等级 现在Bot都在哪 什么位置呢 应该在一个地方下 看一下 打这个女妖的话 3500的支撑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正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把武器充能的一个速度 大概是过个三到四秒的时候就可以充能一个右键 不过不知道如果待会我把这把枪丢掉以后 然后我们再买一把的话 应该也是同样可以充能到六个的 然后我主要想测试一下这一把武器的那一个跃迁的一个功能 我首先先看一下 之前好像说是在左键命中僵尸达到一定数量 完成充能以后就可以触发我们的这一个跃迁的一个属性了 正前应该是有僵尸的 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一个充能的一个条件我还不太了解 估计是要命中僵尸至少要打个 我觉得要三四十八左右才是有可能的 能打出来 必须命中 我们应该是要等到它这个光轮 然后开始发出绚丽的光芒的时候 应该就是充能完毕了 继续刮杀 这个小太监也是有点坚挺 好的 这个的话 这个转动起来了以后应该就是触发这个跃迁了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自动顺移到了这个点位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恢复到的属性 应该是我们刚被抓前所停留下的这一个血量 应该是这样 不过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太监僵尸这个智能躲一躲 把这个小太监的话 是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七 右键的话是三千一百三十二 感觉伤害目前来讲的话 后续还是需要更多的进行提升 没有不过去年好像流程出来也是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的话呢 僵尸的数量已经基本上集中在了外场 待会的话 最近应该会不断有僵尸上我们这儿涌过来 女生妈咪好像目前变起来的伤害也有点小滑 这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是不是把这把武器丢弃完以后 再买一把可以直接恢复到最高的一个出能条件 影响不打影响不打 我们这把的话把这把枪丢了 再买一把 但是这样子买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把我们左键原有的一个性能给它消耗掉了 所以这把武器目前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感觉它应该还不算是一把特别强势的年龙神匹 我们现在简单总结一下 这把武器的右键相当于是像雷宇以及金神的那一种电聊的方式 但是同样也是以金刀的方式来进行的 然后左键的话是一命中面前的这些僵尸呢 就会造成一波AOE的一个输出 所以跟黑洞肯定是毋庸置疑肯定是有配合的 来这里的话我们就送掉 又复活到了机阵营方向后方 现在的话由于是收换S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把我们下方的这个等级给它提升上去 这样的话我们伤害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加成 现在的加成是132% 正经的汉兄弟们 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一把叫做月光蓝色幻想的这一把武器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钢琴一叉 这把武器的话我记得好像刚刚那个宣传片里面说是有三种方式 我先来试一下原本钢琴的那个左 左 右 左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右 这个具体的 左右的话是已经弹奏出了一个音 没事没事没事 小问题小问题 背背后的一个指尖摸掉没关系 来就这边的段影把它摸掉就好 这里还有变了个小太监技能的过程 这把的话给它抓掉 下把的话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把钢琴的右键 这把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把钢琴枪 我觉得刚刚好像也说了 这把武器的右键貌似不是以击退僵尸为主 那么这把武器的右键应该是相对而言 会有一种格外的一个机制 我记得刚刚好像看到的一个形容词是 减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右键 这个只是打死了 没有任何反应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 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键在命中了僵尸以后 对它造成的不是击退 而是减速 有点类似于像魔法剑的右键 以及无人机的一个左键 在定住僵尸以后的反应 但是这把枪的伤害吧 我个人感觉并没有那么的亮眼 然后之前的话 还说这把武器是可以给队友上buff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话 我具体还不太清楚 这把武器究竟应该怎么玩 但是在生化里面的定位 肯定只能是一把辅助武器 就原本的话 钢琴的一个生化剧的出将等力 就是在30多级 这把枪的话 应该是最多用作一把防守的一把武器 但是在没有补业的情况下 打玫瑰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强 但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这把武器的左键的一个伤害 再讲 目前的话 目前还有9个僵尸 左键的话 命中这个僵尸以后 造成的应该是三段的一个伤害 846 右键的话 是恶心人的 减速减速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输出 这里的话 这个迷雾的话 在本身开了技能以后 就属于不能动的一个情况 被我们定的有点难受 这把武器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把 新一代的恶心僵尸的神器 103 来 我们来试一下 开6的一个护充 155 这里的话 由于是冲险打BOT 所以伤害的话 相对而言会比较高 28 29 这里一个富王直接把我抓掉了 来 这把的话 我们把最后的一个人类弹起来吃掉 我正面提前方 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粘神 逆界 兄弟们 小问题 都是小问题 开局的话 先看到这个苍蝇来 他也是母体 这就是最震撼了 兄弟们 开局的话 面前一个母体 这哥们应该不是母体吧 先给他抛来 走 这次是真套的机会 BOT 感觉也不容小觑 面前这个玩具先锋 拿下 直接变一个吧 这里的话正好 中海S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变一个很久没完的僵尸 这个样式的话 我觉得以前是可以直接拉空中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我们弹速到高点了 这七个小样子给他拿下 这个CD的话冷却起来也比较快 还有四个 最好是把最后的几个人给他抓掉 这样我们下一局的话 等级就可以到达 Nex 还有两个 目前的话 机阵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接下来去 CP那边搜一趟 下一局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 凝这个字吧 看一下 好的 这局的话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把 逆界凶轮 这局的话 我们要不试试看用黑的手段给他配合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有没有说一点比较奇特的玩法 无人机身体开起来 我们首先保命为主 开局的话 先按一个技能 来看一下 边上应该是没有母体 我没有看雷达 雷达的话显示 这个将是不好说 先去找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目前还没有 还有两个波特被抓掉了 应该是待会儿的桥下 有可能会有两层 等一等 波特的朝向是往这边 好的 这把的话 我们首先先电聊一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六下电死一个波特小崩胀 来 再来打一下这个女王 被波特直接抢掉 感觉僵尸现在没有抓起来的趋势 我们这把黑洞手枪 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使用性 看一下 现在的话面前有个小巴笔 来 我们自己留下左键树中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保证 我们先把这把武器的左键的一个 跃迁的这一个东西给它打出来 这应该是这把武器玩的一个核心 首先先通过左键的触能 把这个右键打出来 就算待会儿被僵尸贴脸了 也不会第一时间使用 这应该就是这把武器的 其这种版本答案一样的感觉 有话继续挂一下这个小胖子 但是这个架势的话 讲到你僵尸还是不好抓 要不我搞个黑洞直接把 把黑洞往对我脸上 现在的话我们先把我们的黑洞手枪又给它打出来 哦 变成了 哦 变成了 好的 现在外场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Bot只剩下了后方的这一批 来 等一个僵尸 可以这样 那边好像已经有要抓的一个驱使了 我们先准备好 来一个黑洞直接往人队里地屋 什么时候快破快破快破 急急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拿黑洞右键来跟它的配合一下 首先还是先左键啊 这个时候左键的话 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月牵给它打出来 好的 又月牵已出 接下来我们这次便闹完了 但是 差6 一个 左键和右键应该都是16的 来 接着我们这里的话 再把黑洞打出来 哦 还好有个回血圈的关系 追到了一个屋子 没关系 这现在就算死了也没关系 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直接死的 只如换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的血量应该还是只有这些 来 这次便 点凉 应该可以送了 好的 这里的话直接 直接进去传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来 这次先把我们的黑洞手枪的右键给它打出来 好吧 哦 这网友感觉 但是我的血量已经到达2000度 非常的硬 没有问题 来 黑洞一丢 哦 不对 不是无人机 不是无人机 来 继续我们这把武器的右键来说呼 继续电流 全屏打击啊 这好像看上去好像不太像全民打击 有点像是有这种攻击上限啊 好像看上去并不是所有僵尸都是同时打到的 有点像是猪神那样的一个机制 猪神的话应该是目前只能垫到面前的到五个僵尸 来 我们这里的话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再进行一波左键的一个输出功能 应该马上要有右键了 对 所以说我们再把黑洞打一打 黑洞打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我们的一个月圈里的打出来了 来 黑洞不能玩 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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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我们的黑洞再打出来 丢 来 这个圈左键啊 应该我们又可以进行一波月圈了 等一等 还没有 还没有打出来 要换蛋了 再等等 满直 对 呜 哟呦 好的 咱们差不多咱们今天的一个实战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我们神任的精彩的实战的表现啊 那这边呢 还是提醒一下 我们目前正在观看的战友们 这只是我们测试服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最终的一个数据展示呢 还是希望大家等到我们新的武器上线之后呢 自己去自行体验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呢 我们是将两位我们的运营同事是已经都请上来了 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待会儿就有大事发生啊 因为在今天我们直播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有跟大家公告过 我们今天是要抽取一个最终 大奖的 那这个奖品就是全球首宝2022传奇武器 密切新轮的武器线的一个专属权 到底谁会拿到我们这一款奖品 这一款大奖到底能够花落谁家呢 我们的答案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了 那在奖品的抽奖开始之前呢 我这边还是要小小的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战友们 只有在我们反恐经营online的一个官网一新前哨预约页面进行过预约之后 拥有六位的数字码的战友才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抽奖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预约赶紧去预约赶紧领取六位的一个数字码 待会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抽奖了 现在却还来得及 我们最后放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稍微预约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小伙伴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互动中来 最后一分钟的倒计时我们终极抽奖就马上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人是已经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场了 现在应该算是众神归位了吧 就开始等待最终大奖到底花落谁家了 我们这个时候都要顶一下我们自己心中这个激动的心情 大家平复一下 平复一下 我知道大家应该都很想得 你呢 小心 现在很不得下去抽奖是吧 可是我估计没有机会了 机会给大家了 我们以后也会有的好吗 神热刚刚玩的很开心哦 被感染确实挺开心的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大奖的抽取了 我相信屏幕前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想要最后嘉义轮buff吧 大家可以把我要众神器这五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以弹幕的形式打出来来进行互动给大家嘉义轮buff 也是新年快开始了嘛 多多的嘉义轮buff 希望呢我们的好运可以带到你的身边 看看到底是哪位幸运的战友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一把大奖了 好 那我们待会呢 会以我们这个弹幕滚动的形式 屏幕滚动的形式来滚出我们的一个数字码 我们的屏幕可以放出来咯 先将我们的数字码放出来 待会呢也是想邀请到我们的神润来喊321 小区同学来喊停 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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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最后给大家送上出我们这一波的年末福利啊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始咯 神润 好 我们手一把2020年度神器准备 3 2 1 开始滚动 滚动起来 哇 到底能够花落谁家呢 我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就是有一种想看他开又不想看他开的心情啊 好 也不废话了啊 这个赶紧揭晓 好 我们最后到了三秒钟 3 2 1 好 我们恭喜这位数字码为275563的幸运玩家获得了全球首把2022传奇武器逆界新轮的使用归属圈恭喜 那我们的奖励呢将会在1月26日的春节版本维护之后统一再为大家进行发发 恭喜我们幸运的小伙伴也恭喜所有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获得福利礼品的小伙伴了 是的 恭喜大家终于送出去了 那我们今天围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相信大家对于我们反恐经营online的春季的即将上线的各个内容都是充满了期待的 在1月26日呢 反恐经营online的春节版本将正式的与大家见面 也是非常的欢迎各位战友们前去体验 在节目的最后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即将到来了新年了嘛 我们也是要为各位屏幕前的战友们送上我们的新年的祝福 我们先请小徐开始吧 这边的话呢 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临了 已经来临了 新年要到了 应该是 是的 再过几天呢 就新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好 我们的运营小伙伴 好的 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在我们新的春节版本里面玩得开心 好 我们Shack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也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也会带给大家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内容 嗯 好 胜任 那在这里的话 胜任要感谢所有 应该说一直战斗到现在的战友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好的 那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 我们所有的战友们可以顺顺利利大吉大利 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我们反恐精英online的大力支持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幸福圆满的新年 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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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